好了 看到國民黨中的候選侯友宜呢 在這個嘉義的團結勝利大會9號晚間 在嘉義也信了超過了 是有三位名的鄉親來力挺 同時他也邀請柯文哲一塊來團結下架民進黨 侯友宜說賴清德率領新潮流是黑金的新毒瘤 那麼他也邀請了柯文哲白色力量 一塊下架民進黨 他就說了藍跟白政治領袖要扛起政黨輪替的責任 呼籲集中選票 當選將會主力和政府同時藍白共置 選票呢大家集中投給三號侯空配 否則就是保送賴清德了 而至於在民進黨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到現在分進合集 要來護中北部的選情 但是有這麼多的爭議 包含了高端的合約啦 賴清德老家的違建 還有羅智正的包含了他的影片錄音檔 現在通通推給了中共借選 以及ECFA的優惠 現在恐怕呢在今天又有加入一個新的 包含了會被取消一些部分 Face的議題 還有呢被爆出私生者問題 貧富差距 綠人畢業 學人爭議等等等 現在要如何來拆彈呢 那現在呢在這個侯遠的部分 持續來釋出最新的競選影片 9號最新的影片台灣的未來 就邀請到在國民黨LINE14個縣市首長 大家來一起合拍了影片 團結高喊讓政黨輪替 而至於在白色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柯文哲 那麼民眾黨部分是規劃直播不間斷 要來力拼空戰 但是也可以看到這兩位最近槓了起來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民眾黨呢 總共候選柯文哲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最近呢是告上了媒體 那麼這位是民眾黨前秘書長 謝利公也再次來開砲了 他有受忠告要來力拼空黃珊珊 說不應該排擠願意幫忙的人 到現在未回復KPI 不分區兩年的協議是否簽署 還有帶頭針對媒體的行為 他認為實在是太荒謬了 那麼帶著全黨火車對撞 不理性不科學不務實 不要帶著全黨往敗選的懸崖來衝 這是在民眾黨現在呢 還有這樣的一個 包含了這個是前秘書長也跳出來 來對黃珊珊喊話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最終這個選舉倒數時刻 那到底呢關鍵是什麼 現在可以看到 也已經公佈了第十六任了 總統副總統還有第十一屆 立法委員選舉的選舉人數 你可以看到 在總統選舉人數是 一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五百三十一票 在這個部分 四十到四十九歲 三百八八萬五千三百九三人 五十到五十九歲呢 三百五三萬一千兩百五十二人 未滿四十歲的話 在這邊 哇有六百零七萬八千四百三十八人 那至於在這個新北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是有三百四十萬兩千零六四人 這是最多的 再來就是台中的兩百三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六人 這是第二多 那可以看到侯友宜在昨天 結束了嘉義的行程之後 今天一早來到高雄 那去掃街一樣爆滿的人潮 至於他的副手 趙少康留愛嘉義分進合集 以及前副總統 相關廠同步在報紙的頭版 也刊登了全版的廣告 呼籲大家集中投籃政黨輪替 那麼趙少康也向民眾黨支持者喊話 投侯友宜就等於投柯文哲 至於在民進黨的肖美琴 在嘉義也呼籲青年返鄉投票 說必三號喊凍蒜侯友宜一早來到高雄 請真廟宇參拜 支持者說她是護國神三 我們現場把包裝跟好彩頭 獻給我們的侯友宜 廟方宋上蔥 種子菜頭 祝福包眾好彩頭 來到傳統菜市場 人潮更是起爆民眾爭搶拍照 難人實在太多 幕僚接鎖拍照加快動線 我猴康來著 我猴康來著 副手趙少康則是留在嘉義車隊掃街 自己抓起麥克風敗票 猴康延續前一晚晚會氣勢 高雄嘉義分進合集 國民黨也在報紙頭版刊登全版廣告 集中選票政黨輪替 向民進黨黑金復辟宣戰 署名的是國民黨大佬前副總統 蕭冠長也是在地嘉義人 投侯友宜就等於投柯文哲 什麼意思 就是柯文哲的票 都給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今天要幫你柯文哲 實踐你的政治主張 自自媒體切保單 聚聚暗示投侯友宜 就等於投柯文哲同一時間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小明星來囉 民進黨蕭妹琴也在嘉義掃街拜票 經過市場涌出大批支持者 熱情揮舞文宣小物 藍綠嘉義互別苗頭 呼籲返鄉投票每一票都很重要 綠營僅抓年輕選票 藍營則是刊登全版廣告權力評選站 記者劉志志 喉管王書宏 高雄嘉義 報導 國民黨總統候選侯友宜 再次跟民眾黨總統候選柯文哲喊話 說要一起扛起政黨輪替責任 要藍白共治 不過對此 柯文哲冷回 國民黨就是在政治操作 大家心裡有數 而國民黨的禁科令呢 逐漸失為了 不但是有不少的小雞乘車嫂 跟柯文哲巧遇也開放 藍白和示範區 可以讓柯文哲拍片周選 柯文哲說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誰才是比較強的母親 騎車口龍和野馬布偶裝 還有身影少女的五臉男 也跟著左搖右擺 支持者要博眼球又有新花招 選戰倒數三天 柯文哲和立委候選人陳婉慧 回宜蘭車嫂敗票 看到這景象很有感 你看看那個招牌 他也沒有選 我看他也沒有署名 什麼票投新潮流 什麼貪腐力猶猶 他在這邊要寫什麼 什麼最懶鬥的議員 出蓄力只有10% 宜蘭是那個負面選舉最嚴重的地方 他離譜了 對不對 既然 既然 假設我們這些招牌 好怕你敢貼嘛 我也相信你是真的 既然那個藍的這麼爛 綠的這麼爛 那選陳暖會就好了 選前最後衝刺 柯文哲用孫子兵法動員令 號召年輕人跟父母還有長輩拉票 卻坦言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小孩要投給誰 我只要催出他們 有出去投票就可以了 一定會投我的 就怕他每個 玩去幹什麼的 這才是比較事實 搶最後游離選票 國民黨不斷出招 侯友宜再度喊話 藍白要一起扛起 政黨輪替責任 當選後更要藍白共聚 不過呢 這在柯文哲眼中 卻是別有居心 大家我也心裡有數 就是說最近不管是民進黨的文宣 國民黨的文宣 我就覺得奇怪 你們怎麼會兩個黨 都只有打一個人 其實這些都 其實國民黨一直在講 那個都是操作氣寶的手法 至少沒有像 國友宜拿出來唸嘛對不對 就是這樣啦 我也可以理解韓國瑜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作為國民黨 這不分區列明第一名 然後他又是 其實我知道他是一個 忠貞的國民黨員嘛 所以他有時候要配合演出 這我也可以理解啦 但是我也明白講 你在台上講的 跟你私底下講的完全不一樣 台面上柯文哲要跟國民黨打死 不想往來 卻還是幫忙小雞拍片助選 國民黨也同意在藍白河示範區 開綠燈 不少藍衣小雞也趁車掃的時候 和柯文哲巧遇打擦邊球 靖柯令似乎逐漸失效 應該可以幫忙就幫忙啦 其實這也是一樣嘛 這個叫市場的實力原則 就是說對國民黨的小雞們來講 他要找比較強的母雞來幫他嘛 所以這也是一個 事實的真相都隨時比較強的母雞嘛 侯友宜 柯文哲各自跟對方支持者 和小雞出招 就是要比誰更有影響力 記者ROW中 蔡米宏 宜蘭三文報導 好 繼首批的石化產品之後呢 大陸的商務部9號在揚言 要再擴大中指ECFA 早收清單優惠關稅 包含了農 魚 機械 汽車 零配件跟紡織 現在都遭到大陸的商務部點名 我國外交部表態譴責大陸公然 出貨介選 行政院 經貿辦跟農業部 拿出數字來強調 2023年 台灣早收產品出口大陸金額 已經降低到跟ECFA生效之前相近 對於台灣的產業影響有限 但是台湖商也擔憂 恐怕不像政府說的這麼簡單 總統大選不到三天 大陸商務部9號點名預告 將研究擴大中指ECFA早收清單中 農魚 機械 汽車零組件與紡織品等 關稅減讓 大陸商務部聲明去年12月就已經公告 自今年元旦起針對台灣以錫 丙錫 出廠的皮包玩偶 毛衣等12項石化產品 中指ECFA稅率 但民進黨當局並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 取消對陸 貿易限制 反而搞政治操弄 企圖拆贓 迴避責任 陸方將研究擴大再砍ECFA品項 對此我國外交部今早表態 譴責大陸公然粗暴戒選 行政院經貿辦則呼籲中方 應遵循WTO機制處理貿易問題 還拿出數字強調 台灣2022年早收產品出口大陸 佔出口全球比重只有4.3% 2023年早收清單項目出口大陸的金額 本來就已經降低到約150億美金 約台幣4600多億元 跟ECFA生效前相近 農業部也強調 ECFA中18項農漁產品 占銷路比率已經從早期的20% 降到2022年的8.8% 對農業成本影響有限 但台商難掩擔憂 台商擔憂對台灣產業造成衝擊 另一方面大陸福建則積極招攬台商 8號宣布從5方面提出14項措施 吸引台灣石化 紡織 機械 美妝等行業 到福建落地發展 加強對台招商引資 記者綜合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劇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 卡 他也記住了 好 有話 好 這些 再加水